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物件导向的范例 各位从前所写的西语言那种程式叫做结构化的程式 它的特色是有函数、有乙符、有for这些 那函数可以把你的东西变成结构化、变成模组化 乙符和for这些也都是帮你把程式变得比较模组化的东西 那所以结构化的程式设计呢 重点是在让你写程式的时候不用一团混乱 但是到了物件导向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些进步 我们先看结构化 结构化它里面有权域变数、有区域变数 那你通常透过这些if、for、fire 然后去修改这些权域变数和区域变数 达成你的程式所想要的目的 那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 程式设计基本上只有做很少的事情 这个很少的事情呢 就是把一大堆资料透过程式搬来搬去或者做修改 就这样而已 程式设计只能做这件事情 把资料搬来搬去或做修改 没了 但是这个搬来搬去或做修改的力量其实是很强 那既然程式只能够把资料搬来搬去或做修改的话呢 那为什么它可以显示画面、可以播音乐 可以做这么多你正在电脑上做的事情 可以玩Facebook 为什么 各位没有想过 程式只能够做资料的搬来搬去或修改 那请问荧幕画面呈现是怎么回事 荧幕画面的呈现其实只不过是把一堆点 有颜色的点 那个有颜色的点每一个在我们现在的电脑上面用4个byte表示 红、绿、蓝、加透明度4个byte表示 那把它搬到电脑的萤幕上来 它就显示出来 但是它搬的动作很快 你看不太清楚 它有在闪 OK 那 网路又是怎么回事 网路只不过是把一堆网页从伺服器上面 搬到你的电脑里面 然后显示在萤幕上 就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程式能做的事情就只有这样 把资料搬来搬去或做修改 那在结构化程式设计之前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一下 在1970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程式设计方式 基本上没有4 没有while 也没有函数 基本上这个函数应该也可以拿掉 因为那时候在1970年之前 for、while和函数都没有 那这时候程式设计怎么做 它只有两个工具 一个是if 一个是go2 用这样来写程式而已 那这个时代呢 一开始是用组合语言 后来有高阶语言 还是用if和go2 各位如果曾经写过很早期的 basic 那种程式你就会知道 它真的只有if和go2 但是你写得出来的程式 它都写得出来 用basic 你现在写得出来的程式 它那时候都写得出来 OK 好 那它去修改的呢 也没有什么区域变数 因为它没有函数 拿来区域变数 所以全部都是痊愈的 没有区域变数 那时候的写法是这样 那这个待会我们会给各位一个范例来看 这种写法到底是怎么写 但是我们现在所要看的是 物件导向的时代是怎么写的 物件导向的时代跟之前的结构化不一样 它全部都是物件 那在物件里面有物件变数 就是它的资料 那有成员函数就是它的程式 资料加程式就形成物件 那物件和物件之间呢 可以透过资料的传递 给把资料送给对方 另外呢 一个物件可以修改另外一个物件里面的资料 但是这个修改的方法通常是呼叫这个物件的函数去改 如果你一个物件直接去修改另外一个物件里面的资料 这是违反了物件的封装原则 虽然可以这样写 但是软体工程上面不建议 好那这讲太多了 因为既然还没有学物件导向 扯到软体工程 未免太复杂了 那我们就再来看几个物件的例子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 再来看说 OK那不是物件的时候是怎么样 好那我画面先切回去给各位一下 那不是 trigger stato它报道了吗 不管? 不要 lion刀 鑿鱸 lu 装 鑿鱼